12年国教先前传出在后年就会正式实施 到时候国中基策就会取消了 可是今天教育部它是召开说明会 表示说之后基策取消 那么部分的学校要改考国中教育会考 还是要考试啊换汤不换药 而且当中的规定让很多人听得是不洒洒 表示从2014年开始每年的5月实施 除了是考现在大家一般常见的科目 就是国文英文数学社会自然之外呢 还要加考英文听力 因为数学还会增加非选择题型 那么很多家长跟学生听到就说 不是说要免试吗 现在怎么听起来压力好像更大了 2014年12年国教上路 媒的基策国中会考成了重要指标 教育部公布重大考试变革 会考难度从基策的中间偏译变成难以始终 会考增加了英文的这个听力测验 然后数学增加了这个非选择题 数学科会加考两到三题非选择题 英文科则首次加考英听 20到30题考试时间20分钟 每题都会念两次 就考看图辨识具意 基本问答和对话理解 2014年事半2015年采集成绩 有人选择题比较强 然后他可能听力比较弱 那他这样就可能没有办法占那么多的优势 因为讲太快我听不懂 然后我只听得懂台湾人的声音 如果数学都只考选择题的话 那有些人就跟在乱拆啊 然后就一些理解概念都不懂 增加考非选题和英听教育部说 是要提升学生素质 而且国中已经实施英听教育十多年 课本上都有附英语CD 评学段考也都有考英听 对学生来说不算新的考试内容 问题不大但实际真的是如此吗 考试差不多到的时候才会听吗 段考前一个礼拜就只有一张考卷 然后老师用念的给我们听一次 把英听好像变成一种国家考试的时候 对于平江的地方恐怕是一个不利的影响 不管他的设备或者是狮子的问题 有的时候在做一些表面的功夫而已 用考试恐怕只是助长母习功绩 2014年26万多的学生就要考国中会考 教育部目前规划5月的周末两天考试 但会避开母亲节 确定成绩分为精熟基础代加长三等级 而且应届毕业生不需要缴报名费 只是考试时间和提琴都和基策大同小异 还增加了数学飞选和英文听力 对学生来说12年国教免试入学 并没有免去学生的考试压力 一电视淋雨节里面宣传台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